今年纳入回夏,解决了之后,谈报 2015芙蓉国际沙雕艺术纪 今天就在芙蓉海水浴场正式的登场了 沙滩上有66座创意沙雕,看起来真的很壮观 而其中最吸睛的就是抢搭十字一提的 阿帕契直升机造型沙雕 连续假期,好天气就涌入很多游客了 所以主办单位统计开展的第一天 参观人数已经突破7000人次 经理插腰,脚抬高,看到阿帕契直升机 民众好像很难拒绝跟他拍照打卡 浮龙沙雕记看不第一天 最受瞩目的就是这架长达12米的阿帕契直升机 很新奇,这架刚好很热门,还蛮像的 很壮观吧,然后很漂亮 我觉得很香,然后如果有很多人在前面 一直摆这个姿势就更香了 记者身高大约是170公分 可以看到后面这个芭比娃娃的沙雕 整整比我高出了一倍 所以观众可以想象 来到现场看到这个沙雕 其实现场看到真的是感觉很有震撼力 除了小女孩喜欢的芭比 还有老少前一的大富翁游戏 上面的骰子、钞票都变成放大版 让人看得目不暇己 浮龙沙雕迈向第八届 今年主题是玩具联合国 玩具球、模型车 有现代、有传统 一共66件,比起去年还多了20多座沙雕 也吸引了更多人潮 今天来的人数比想象中还要热络很多 我们本来有1000人免费 大概在9点50分就到达这个门槛了 大概跟去年比较大概多两倍 开展首日截至下午2点 参观人数达到7000人 去年的总人数大约31万 今年延长展几到7月中 抢下暑假市场 参观总数渴望达到40到40万人次 这个中纪的台湾一SYL组 新北市裁缝报道 畅销作家藤锦树首度值导演